人數不足 大家都很累 我都不想講這麼多了 開玩笑 那麼 這個還未開 我先等一等 不好意思,阻礙大家少許時間 Shotgun是一個production 和Pi9的管理 production就是管整個project 由頭到尾 何時delivery 我如何可以on time 或者早一點 做得好一點 Pi9就是關於 workflow workflow就是每一種軟件 在裡面 通常我們做project 都要去管理 例如有不同的supervisor 有下面designer supervisor 或者是project management 去到一些不同的TD 不同的角色 去做好整個project 其實每一個都要管 這次我說的不是整個workflow 因為我之前說過 這次說了少許更新的事情 其實在M&E裡面如何用它 有些地方 以及用在哪裡 Shotgun本身其實我們有幾樣東西是focus 一個是每個project 項目的管理 即是每個project的管理 以及怎樣去speed up它的production 即是說 例如我designer做了東西 我有沒有時間是ISO來空檔呢 怎樣去管理下面做的東西是effective呢 怎樣去審批每一個程序 會有這樣的tools 還有會是一個secure platform 即是說其實我們用這個 跟銀行一樣 用2by的lock in 即是用電話的code 去lock in 你的security 它是不是你的真人 是lock in 回去的 變成了不會說是 是有一個password是lock in的 還有是 很多 所有的功能都是 在production裡面出來的 這個 在荷里活那邊去生產出來 整個workflow 那這些都是一些 全球最出名的 不同的公司 他們正在做我們的 那我們是 每年都會大概會是有 1000個studio左右 是concurrent的用這個 tools做production 那跟Maya一樣 我們是榮獲了 今年 去年 2018年的 Oscar的scientific award的 那這個就是他們去 去 當時的複獎 好 那我們講講 例如 其實我們consumer的media 那些今早的廣告是change 會用一些mobile device 或者是不同的plattform 去用 那我們的production 亦都是會改變的 那我們看的時候 現在通常我們 開始用VOD的 來看 其實是不是 每個人都會看YouTube的 現在 除了是很多不同的 劇集之外 資訊性的東西 都可以看到的 那我們在那個production 裡面來講 review整個 那條片 行不行 或者有什麼改變 都會用到mobile device 你不會坐在公司看一條片 會用mobile device 去看一看 行不行 creditize 有什麼改變 或者有什麼 是需要更進的 才去 去 approval 這些project 或者一些short 行不行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很忙 你不可以經常坐在公司等 等 同時你可能出去跟我開會 之後回來 先跟那個團隊說 整天的時間 去做的事情 的direction 可能會錯了 或者是需要 hold著不改 所以你是需要mobile device 去控制 你現在 現升你production team 裡面的人 是否可以 用短時間來不用等 去知道你的資訊 會是 那我們short 就是做這件事 是on the cloud 那其實呢 在easy management裡面 其實我們除了是on the cloud 之外 desktop和有不同的東西 都是integrate了 在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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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這個 不同了 為什麼 傻了 好不要緊 都是有些不同的toeser 去看回每個project 例如你看到 就是說 一些不同的project 是直接可以在desktoptoeser 裡面呢 召回那個project裡面 再找回不同的item來去修改 那也是我們 因為是可以worldwide 例如collaboration 現在 很多時候很多studio 都會外判這些job出去的 例如我接到一個大job 我公司未必這樣的人 就會判很多不同的細判 出去外面做事 那變成呢 就是那個file的synchronization 還有我訂了它 什麼時候回來呢 全部都要用去control 那用什麼control呢 sort gun是其中一個tools 可以很tight地去manage 你那些回來的東西 是不是準 是不是適合那個quality 那剛才說過 就是說一個 two-factor application 就是說用回手機 去send your code login 用回bank的security 所以不會是有錯的 因為手機通常都會跟回人的 會是 那除了我們本身的product 會是support到之外 剛才你看到一些 相片 就是說 你看到就是說 在那裡外 例如Hodini Nuke AfterEffect Premia 或者是CD4D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short 的application 我們都是在short gun 做了integration 就是說 通常我們做management 很怕用戶 就說 我忽然間要學到新tools 去用 去管理 那些file要丟過去 再上載 那是很費時失事的 因為其實 你不是用在你每日用的tools 例如我用photoshop 我用maiya 我用max 或者用一些不同的nude 其實我們是 所有的plugin 寫在軟件裡面 有了所有management tool 在裡面 就是native 在軟件裡面 就不是另外要開一個軟件 去directed file 叫它上載上網 不是這樣的 全部是native 這樣做 變成你的users 就不需要學一個新tools 還有那個gui 在每一個軟件裡面 不同的軟件裡面 的審批 或者一些 那個graphic interface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有的terms 所以你認識maiya 你可能認識photoshop 你可以認識hodini裡面那個 審批 或者是submit的程序 完全是沒有一樣的 不需要再學多次 那主要有幾項東西 share 就是做完一些東西 share給大家用 一個library browsing你的content view 看看什麼要改 以及怎樣去collaboration 第一件事 我們是將一個 world-class的rv media player 擺放進去 這個player 還有很多不同的player 是free 為什麼要用這個player 這個player 其實完全是 integrate 到你們的tools裡 例如Maiya Max裡 它支援一些 open platform的東西 例如quicktime 拍開電影的cineon Rat 3D Tifl Ari 就是電影版本 OpenEXX 或者AVI JPEG 這些高質素的方法 是完全可以在上面play到的 以及可以mark up 我們稍後會說 你看到這個player 其實進去的時候 用那個player 去看片 例如我有不同的片 給你看的時候 有些是sequence 有些是movie 在上面 看的時候 直接可以 設定不同的project 不同的link 或者category 是怎樣的 跟著就submit 就會上網 變成你每次看東西 做criticize的東西 在preview的時候 就可以放上網去 share 給不同的team 不同的project去看 然後大 net connect 如果Maiya 我要做preview 不是render的preview 只是做preview 或者是render的preview 它都會call到這個application 你看完之後 你直接可以訂上去 鎖巾 就不用說 先把影片放出來 跟著影片 要放到哪裏 那裏的file 再上載 沒有這些project 就一次過做完 所以用者來說 很方便 我看看preview 就submit給老闆看 這些就可以在這裏做到 Direct Connect 這個是說360的RV 這裡都會支援 OK Shotkin會見到 其實一個 今早會說到一些 有些是 show整個progress 例如 去見到 例如 哪些是需要一些時間去做 哪些做完 未做完 還有呢 有些task 未做完的時候 還要多些東西 或者是 overshoot了 未等到 未開始 我有三樣東西會知道 一個是on going 做的 一個是未開始的 還有一個是finish 可以每個task 例如每個task中間都會 列印給你看 哪些是做完 哪些是未做 哪些是未開始 你會專注 這些原來 沒有東西在開始 這些 或者是做完了 這些全部可以 用這個表 在網上 展示給管理隊 去看 其實 delivery 其實去到哪裏呢 其實有什麼 有時候很差 就是說 我未做完那些東西 其實那些東西 開始不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連貫的 Pi9 workflow 就是這些要先完 這些要去到那裏 才可以開始 就可以整個 可以預測到 你的project 如何去on going 去focus 這些人力去哪裏 那我記得還可以 是personal base 或者是一個target project base 看看每個人 你assign了一個task 在哪裏 哪裏去放假都可以看到 那這些就是一些 有些template 給你去選擇 看看它的效果 這些是不同的template 可以stack的mode 以及什麼還沒做 你看到這個橙色是in progress 有些是waiting的 有些是ready to start 但是還沒start 有些是final了的東西 可以看回這個 這個呢 如果這個task 我們可以分開一個Pi9 就是說 我們做一些後期的 會是合成 打燈 animation 這個是做一些online output的東西 那中間的所有staps 其實不止是可以 可以是一般的animation production 或者是film production 如果是apply 在不同的 其實我們是嘗試 這個內部 是嘗試著 將這個production mode 是押擺在manufacturing上的 那現在那邊呢 有些車廠在承擔 是怎麼用這個short gun 去做一些 reflow的Pi9 management 我相信如果 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們逐個industry 會去嘗試 或者有機會是AC 都會用到這些東西 是做一個Pi9 management的東西 這是一個不同的pre-set 看看chart 那 這個我很少去recherch 他的data retirement 可能稍後我再recherch 再減給大家聽 我怎樣的樣子 那主要其實我今天分享的 不是很多 就是說 主要我們所有東西 已經是on cloud 的好處就是 把所有的exex 放上cloud 跟beam30一樣 是可以同一時間synchronize 你所有員工的進度 會是可以 即時是notify了你下面的員工 就不需要有一個delay 就是其中一個cloud 就是short gun的好處 其實我在香港呢 有一個最大的 剛才我們今早播了一條片 是flatface 他會用short gun short gun rb rnod和maya 我們幾個主要的東西 他告訴我 為什麼我用short gun的好處 是什麼呢 通常我們每次早上 他們會開個例會 看看今天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要tackle的問題 通常都有事發生 我們要解決 但在開會之前 因為short gun 已經update所有的東西 他們回來開會之前 就會看完 在short gun裡面的問題 哪些是卡在那裡 有些task未完成 下一個做不到 然後就會想定一個solution 我開會的時候 就不是把問題拿出來 是把solution suggest 我們現在 已經unline了問題 在哪裡 開會的時候就說 這裡有事 我們應該怎麼做 就是在講解 solution 就不是在講解問題 所以變成了 有些tools幫到你 儘快速度了 如果你去那個思維 就是那個問題 已經是hold在那裡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還有assume 我們全部人都知道 就是這個 在那個team裡面 都知道的時候 就想個方法去解決 就不是當時 通常我們開會都是 我有問題 才說 說完 大家想 想完之後呢 其實一個小時了 我們可以用這些tools 去幫我們speed up整個程序 我想我想下次會 因為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 還沒聽過suggest 我下次再講的時候 會講一些 基本的user workflow 那些人是怎樣 check in check out 怎樣可以update 一些東西 或者那個pilot是怎樣 define 可以怎樣用法 我下次會再講的 Thank you